在县长、郊西乡公所主任秘书、县议员 以及郊西乡民代表会主席等贵宾共同主持之下 郊西国小地下停车场的地下道公共艺术正式亮相 这项公共艺术是由艺术家罗万兆、林玉镇来创作 以温泉意象作为发响 在地下道空间分割成树道水纹线条 呈现地下道中潜藏温泉流动 并藉由造型、色彩串联地下停车场以及老街的空间 让人有漫步在温泉中的视觉体验 这为了我们大家安全 还有一个是我们对小朋友的上下鞋非常的安全 所以我们赤字了360万 希望能够把这个地下道能够成为一个文化艺术 然后罗万兆这个艺术家、林玉镇艺术家 对于我们的这个地下道 用我们的这个温泉的意象来做到 我们好像走地下道就像走温泉的一样 所以对于我们的公共艺术 可以带动地方的进步和反应 标识来提升还有安全 玉彩路这边塞车塞得非常严重 只要一例驾驶 都比行头、古路、新路都完全探紧 这个我们县政府交通处这边我们可以研绎一下 不然像这个公共艺术空间做得很棒啊 艺术小朋友从小开始学习艺术 这个都是这个是个非常棒的点子 但是就是让车子停更多在里面 让艺术让更多人的心更多人来欣赏 地下的能行道去走了一趟 那发现真的有那样子的一个行径 在这个泡汤的一个艺术的一个空间里面 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让我们的家人 或者是说让来这里郊西旅游的游客 可以感受到来打开泡温泉 来打开好剃头 这个警察庭的作用我们确实是很赞 尤其是现在改善的 刚才我来看一段地下道 以前的过期和以前是非常 采光的好事非常不好 这次花这三百几万就要做 我们看来给我们舒服人生贴 县政府希望透过艺术作品 在线人行地下道的空间形式 并表达其艺术内涵 除了提高民众以及学童的使用意愿 确保行人的安全 也可以让公共艺术 以更生活化的方式来呈现 宜兰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道 线人行地下道 打赏福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赏福星采访чики